现场一阵骚动 抗议民众越聚越多 随后和警方发生对峙拉扯 大陆云南省穆斯林 站出来抗议 那家营清真寺遭当局强行 拆除原顶群情激愤 自从习近平上任后 打压宗教力道健强 去年更打着宗教中国化旗帜 数百栋清真寺 屋顶都被拆 把中东式原顶改建成中国式 屋顶说是要让伊斯兰教 看起来更中国化 目的就是要少数民族晋升 流亡美国的回族人说 北京不容许非政府允许的元素存在 这种宛如灭族的行径 让很多穆斯林活在恐惧当中 穆斯林持续遭到打压 新疆有超过百万围族和少数民族 被关押在再教育营 中国镇走向一言堂 过去大陆当局也曾大肆拆除教堂的十字架 如今画面重演 也让穆斯林担心清真寺中国化将消灭他们的民族文化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